因为围停纠纷 居然当街打人 花莲一名男子骑车带妈妈到邮局 在离开时发现 被一辆围停的轿车挡住 男子拿出了手机搜证 驾驶见状赶紧移车 不过在过程当中 这个男子悟出了机车油门 导致妈妈受伤 一时情绪失控 朝女驾驶挥拳攻击 被警方以现行犯逮捕 白色轿车停在黄罔线挡住机车离开 男子不满拿起手机检举 女驾驶健壮赶紧移车 但因为前方还有停放车辆 需要倒车 再下车请对方移动机车 不料男子在移车的时候 疑似误触油门 母亲连人带车冲到马路 手不轻微擦伤 男子看见母亲跌倒 认为是围停轿车的错 一怒之下冲上前 就往对方脸挥拳 要去医院 有目击者 你要签字我的自由吗 当街挥拳打人 目击民众全下坏 上前制止 警方到场 男子情绪还是很激动 你必须被依法逮捕 我逮捕 双方僵持不下 说什么就是不愿上考 我配合你 但是我不上考 我记得上考 没有你是下刑犯 下刑犯就是得上考 事发在17号下午4点多 这对母子到花莲市府前邮局办事 离开时为了围停党出入 从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 他说你围停 我说好 那我马上走 你给我一分钟我马上走 然后我就要把 我说先生你让我一点路 我就跑来说你不要走 双方于纠纷过程中 皆有违规停车行事 自担举罚 国气大当间动粗 引来警方关切 不只发现两车都违规 依法开单 男子也被依伤害 现行犯逮捕 代价不小 接着陈静言花联报导 你查看 你查看